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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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在這次要看到有女子組的賽事了 來自台灣的Jenny Huang 要對上來自印度三勝領敗的Daisy Singh Daisy Singh過去很選做摔拔 把對方頭夾住之後就摔 目前反而是 我們的台灣選手先把對方帶到地面 但是呢 大家好 我是黃甄霖 Jenny Huang 我的目標是 當上未來的一流的職業格鬥選手 最好的話是可以拿到冠軍腰帶 在我的量級裡面稱霸 這是我的最終夢想 這是那個2015年5月在台北體育館的時候 這個比賽是我第一次的職業中和格鬥比賽 然後呢 我的對手是印度選手 他的戰力技比我好 他摔跟地板都比我差 從站的打到摔 打到地板 這是MMA最好的位置 因為下面的人方都要被抖 然後在這邊 手抖出來 做關節技 喔 使得過 漂亮 漂亮 然後他手的角度 我已經盡力地往下壓 你看 都已經彎過來了 我的手應該要擺在右邊的一下 我擺錯邊一下吧 因為右邊的一下的話 他應該會斷掉 這一次的比賽啊 是第一次有這個女子的職業格鬥比賽 在台灣 然後也是第一次有這個 台灣的女子職業格鬥選手出賽這樣子 Winner Jenny Wong 果然沒有問題 恭喜南方選手 就是Jenny Wong 當下 讓我更堅定地認為 我自己可以朝這個職業格鬥選手這條路 繼續走下去 Jenny Wong 這裡是我平常訓練的地方 歡迎參觀 嘿嘿嘿 這個是綜合格鬥的八角鐵龍 進去之後呢 裁判 就會把門關起來 然後兩位選手沒有一個素贏 是不會放下去的 好嗎 好嗎 那什麼是格鬥 其實武術 逐漸地演變到了現在之後 它變得各家各派 比如說有柔道 空手道 少林拳 有不同的規則 那是因為被運動化的結果 而格鬥是有一批人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他就說 為什麼你的柔道是最強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來一場較量吧 所以他有泰拳 翻搭 拳擊什麼 巴西柔術 腳力 柔道 泰拳道 之類的 融合起來的一個運動 推出這樣的觀念在螢幕上 然後廣為人知的是 格鬥之父李小龍 他是第一個推崇無差別格鬥 所以他的英文叫做 Mixed Martial Arts 是總和武術 接下來 教練 要指導我的一些動作 等一下先練戰力技的招式 連續動作的串聯 然後你不是就放回來了嗎 放回來的時候 有可能他就很近了對不對 左勾拳 右持拳 學中的格鬥其實不是一個 那時候遇到也蠻巧的 那時候在新加坡工作的時候 同事的推薦 他之前有在練泰拳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他在練泰拳喔 我以前是樓道選手 他就說你以前是樓道選手 我給你名片 他說我之前去那邊練泰拳 那你去這一家道館看看 他什麼都有 我就看到有樓素耶 是什麼東西 我就試試看這樣子 結果當天有一個新的學生跟我一起練 然後我們就開始對練 把那個學生給打趴了 然後教練馬上就過來問我 你之前是不是有學過什麼 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絕對沒有學過什麼東西 樓素開始之後 然後看到人家 奇怪在那邊打打打 然後接摔接地板很帥耶 然後就想說 那我也要來打一下MMA 然後才練一下 我就覺得越練越開心啊 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做吃拳 我最不差的部分就是腳 Janny她 比較偏向樓道地板的選手 所以她在拳腳的部分 其實是 不是她的領域 你要慢慢地調整 謝謝 謝謝 打架和格鬥的差別 就是武術格鬥 它已經不是一個 我就是要打你 不是 而是我們在溝通 我這拳打過去 你用這個架 我感受到你把我的力量擋掉了 往上抬了 那我立刻往下沉 就像下象棋一樣 那我們最後要將軍 其實這就很有意思 所以對我們來說 她並不是外面的人看到這個 這也是我們最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武術運動的好處 然後還有就是她 讓人著迷的地方 是我的拳擊教練 很厲害 差一點是奧運選手 我的教練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專項 像我是混合型選手 我就要把什麼專項 都練到最強 讓別人攻上攻下摔地板 決鬥贏不了 我對她的印象 我覺得她非常的急 很有企圖心的 才剛練幾個月 她近年才剛練幾個月 我就跟教練講說 我要當MMA選手 我要當綜合格鬥選手 我要打比賽 我每天進來道館 就是教練我要打比賽 教練我要打比賽 教練我要打比賽 他快被我煩死了 我在跟他說 我覺得你還不行 因為現在的最新的格鬥選手 都滿了18、49歲 我24歲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輸給那種年輕人 你要從摔那種年輕人 好 就是不要換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一樣武術 你就打天下 我就覺得我會揉到就好了 還要會什麼 會揉到就可以把他們摔慘慘了 可是後來才發現 真的比賽之後才發現 被人家瘋一打到 就完蛋了 當你練越多你就越來越懂 GO! GO! 這是塔巴塔運動 我在這邊有教這個 塔巴塔的課程中午 那晚上也有 柔術課程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好 我只要沒有教課 我就是自己去練 開始這次了 我現在啊 要 過棒 我現在很餓就是為了 明天的比賽 因為我減重 我明天比52公斤的 所以代表說我可以吃一點東西 就是呢 生魚片 三片 然後加一點點的飯的 上面一點點的 虧一直 就這樣結束了 這運動是Kick Boxing 踢拳道 它主要是加 類似跆拳道 然後又加拳擊 所以有踢有拳 可是不能摔 然後也沒有地板 我來這場比賽的主要目的 就是撤立我的戰力肌 所以不能摔 我覺得OK 就是測試我的實力而已 兩彎屯重的11.5 衣服沒有脫 對 非常安全 所以我出第二個看 對手好高喔 我有點 會怕咧 蛤 你以為你高 手就長 你手就長 就有人會脫 好 快 要兩腳 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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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場滾完打的時候 他的手一伸出來 就可以摩擋 擋住我的頭了 超高 手超強 沒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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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我就 打到他很多拳 下勾拳 上勾拳 然後 左勾右勾直拳 然後 打他頭都這樣 一直被我打這樣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擊倒他 拳不夠重 因為他有戴頭盔 本來就很難擊倒 可是你的拳真的夠重 我還是會擊倒 抓到腳後 有西途 有西途 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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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勾拳 他每次 他這樣做三四 他三四就 有機會就中 賣的 頂他 像腳踏一樣 往前 腳踢 小婷 我覺得因為他比較矮 但是他的出拳很重 對 然後很重 那就是會被他打撞 你就眼睛昏滑這樣 後來面自己就打到沒有力氣了 打出去是這樣 就是沒有動這樣 滑下來 滑下來 然後教練就下來就說 我在花拳繡腿 兩個人放 來 預備 先衝 那種新的 往前 衝 那種新的 然後打完我就覺得 自己很不爭氣 我覺得我應該打得更好 這邊喔 假日工作的地方 這邊我做很久啦 三年多了 只有一個地方的薪水不太夠 之前大家問過我說什麼 你在做什麼工作啊 然後跟他們講說 我是職業格鬥選手 他們會有這個行業嗎 其實大家都以為我靠比賽的獎金 然後過生活 然後過得很快樂 然後高額獎金這樣子 所以我要解釋一下 沒有這回事喔 因為雖然是說職業格鬥選手啦 可是我還是做兩份工作 職業格鬥選手是我第三份工作 沒有很多真的 加起來差不多跟一般人的 一份工作的薪水差不多這樣子 比賽的話還是等 你的比賽的那個聯盟說 請你出賽才有機會 對 因為選手太多了 你一年可以出場三四次就算很多了 而且你真的要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就是讓人家覺得你真的 真的強到我一定每次來都要找你 這樣子 所以我還在努力 我當然是希望說下一場 我就要讓他們這樣覺得 覺得 覺得一定要找我 所以我要再努力 利用今天的機會啊 他還聽到我們講話 就是希望他 盡量不要再接受這個 最好就到今天為止就 退下來 他們很不 很不 就是 想一下我的感受 他們只 他們都不想我的感受 對 你們不要再看一次喔 我會先聽你講 Bum 對不對 然後你再踩住我 到這邊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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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喔 到這裡然後我就 Bum 然後繼續打這邊的時候 左手來撈 然後進來 到 看到 厲害了 他的毅力 來自於他不服輸的個性 比如說 他居然可以練習八個小時 我都沒辦法練八個小時了 為什麼要練八個小時呢 我必須說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訓練方式 可是你可以練八個小時 練習就是一個意義的展現 你要先攻擊 對 你要先攻擊 他會用他的腳 還有我的手臂 擂住我的脖子 然後 看我臉已經紅了 然後呢 我的頸動脈就被打平 好然後做一次真的 用手 然後 那你第一個你就不能呼吸 然後 你的頸動脈 會被 掐住 所以他會阻止你的血液 進入到你的 腦部 那你可能就會昏倒 所以你應該要趕快通一下 親 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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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減脂餐 我現在要下我的雞胸肉先了 我媽媽教我說雞胸肉要先下 都是燙的 青椒 小黃瓜 紅蘿蔔 所以還好要有碳水化合物 就是有白飯 糙米飯那些 好了 可以吃了 這個在控制 體脂肪的時候 真的很好 一般健美的人 他們都是每天吃這個 这边呢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这边这一面墙 这是我的奖牌跟我的奖状 这一块很大块这一块 日本的日本亚洲公开赛 揉素的 然后这个也是去飞兵 拿了很多面金牌回来 那大部分其他小小都是揉到 还有角力的 从小就喜欢运动 我以前打那个躲避球 都是女生的主将 然后接力大赛 一百公尺四百公尺什么全部都有 反正体育项目一定就是有我 这大 这大到七八岁 穿这一件他在哭的啊 对啊小时候就这样子的啊 就穿洋装那就哭啊 他说爸爸喜欢男生 我要当男生 他就说我不要穿洋装 就一直哭啊 小孩子的想法嘛 这只觉得就是爸爸喜欢什么 你就是做什么啊 我今年才知道他在那个台北体育馆有比赛这个大型的比赛 我不去看他那个比赛的结果耶 不去看他那个比赛的场面 最主要是他们想谁什么 我们都是支持他啦 但是他这个 怎么练到去打这个什么不赞成啊 毕竟是个女孩子啊 去看他打斗我又不舍 其实我跟他其实不会聊天 我今天只要跟他聊天他说 你为什么还不去靠警察 你为什么还不去靠公务员 所以我 这就是令我们很远的原因 因为我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 爸爸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就好了 不一定要在那个舞台上这样表演 不希望 对啊 孩子不希望 不希望 利用今天的机会啊 他还听到我们讲话 就是希望他尽量不要再接受这个 最好是到今天为止就退下来 我刚刚其实超想哭的啊 听我爸妈这样讲 听到我真的 有一股生气的感觉 又一股很伤心的感觉 生气是觉得说 家人他就是应该陪在你身边的 最支持你的那一个 可是他们今天是在于 最不支持的角色 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家人 我就知道我都快要 达到我的梦想 我怎么可能会放弃 你就差一步了 我怎么可能会放弃 所以我觉得 他们很不 很不 就是想一下我的感受 他们只 他们都不想我的感受 所以我在急什么 我急我家人的认可 真的很希望我爸爸跟妈妈可以 哪一天就是为我骄傲 就是大声地跟大家说 我是他女儿 我急我觉得我今年24岁 努力不想要被年轻的选手超越过去 我也急我想要把这个运动 在台湾赶快退出去 更多人知道台湾这个体育 这样子 推广的困难是在他的表现性是很暴力 还在发展嘛 因为我们的观众是有在增加 建立打的那场是接近两千啊 可是他们要知道是我们有救护员在旁边 医生在旁边啊 然后这些选手也是透过好几年的训练 运动员的精神也都在啊 你可能打了都流血鼻子断掉或者什么 或者你把我的手折到然后什么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拥抱握手 然后恭喜对方这样子 所以不是打架是一个人对人的挑战 我今天是那个台湾办的巴西楼树比赛 楼树跟楼道很像 可是楼树在格斗里面啊 其实你不会楼树的话 你在地上你会很输 譬如说这个人好了 拳击很强 可是他完全不会楼树 那我们就可以用战略的方式 把他带到地板 然后用楼树解决他 因为我今天是跨量级打 因为我的那样量级没有对手 对手很大只 台湾几乎每个对手我都打过了 我想要再挑战 今天不管大小只我 我的目标就是在我的蓝带的量级里面 打败全部的对手 那他再大只我 我一样目标也是要打败他 刚刚很明显一开始他 他知道我是摔技选手 他不跟我摔 他是抓到我就坐下去 然后他就用Spyder Guard Spyder Guard就是一个技巧 踩进你的二楼肌 然后控制你的手 可以把你翻转 所以我们两个一直讲词 他要踢我的手 我不要给他手 借我的手不要给他手 然后最后输在两个犯规是因为 我在他的Close Guard 我没有做一些有效的攻击 至少让我知道说 我跟一个比较重的 蓝带选手 我的差距在哪边 我从Pool FC打完之后就 签约到One FC嘛 One FC它是亚洲最大的 职业格斗比赛 然后那时候教练就丢影片 给我说这个对手怎么样 你觉得行不行 怎么之类 我就觉得 我觉得有机会就是要打 然后我们就决定去了 这个是我上次去缅甸比赛的影片 我对手是俄罗斯人 然后重点是他是反打黑打 他是战利级选手 我是摔技请级选手 所以我们的进攻方式 会很不一样 有被他打澳洲鼻血 他也踢到我头 这边 这是我 摔技 要揍他而已 你看这边手被我夹住了 可以一直打 第一回合我就是因为这个摔麻蛋 脏上的关 三回合 我们打了三回合 都平手 其实我那时候很没有信心的 我教练就跟我讲说 你赢定了赢定了 赶快等下把手举起来 我想说你在骗我啊 我怎么可以 你看 超高兴的 超高兴的 我超高兴的 还在那边跳 我前进这个方向的时候 对自己的怀疑 其实没有 我完全没有什么怀疑 我知道的就是我要的 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过 我自己可以当上什么 台湾第一人的女子格斗选手 莫名其妙都参为第一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就是要打好 就是要打比赛 就是要赢 就是想出国比赛 就是这样 为自己 不为别人 如果有任何人也想念重合格斗的话 我想对他们说 相信自己 不要放弃 过程往往是最辛苦的 你没有事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钱能有多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